越是高手越要卫妝於無形 31歲的正姓男子呢 在路上閒晃騎著腳踏車 好 警方把它攔查下來了 結果在它隨身包包裡面 找到了改造手槍 裡頭還有7顆子彈 怎麼這麼重啊 這是什麼學法的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重 梯子喔 有梯子嗎 騎腳踏車的男子身上 到底藏了什麼東西這麼重 口袋給他看著 口袋還沒看 我在誇清瓶 原來是把改造手槍 彈夾裡還有7顆子彈 實在有夠恐怖 騎鐵馬身上藏槍枝 這情節相機電影失神 這時候是騎腳踏車 神情也非常緊張 這個非 非比尋常啊 那我就把它攔下來 男子被攔查後 全身顫抖相當緊張 那本身又穿著緊身褲 他的褲袋啊 很明顯的露出一個管狀的東西 警方不只查到手槍 還查獲毒品 原來嫌犯本來是地方旺族 因為無所事事染上毒癮 目前是沒有什麼沒有工作 都是由家裡的一些經濟支柱 所以染上的遊手好險 而且啊 吸食這個毒品的習慣 特地選擇騎腳踏車 向警方辯稱說是來健身 以為能躲避茶器 還是被警方以槍炮毒品罪嫌 移送法辦 就有翁京福青北市報道 在這兒 中文字幕提供 在這兒 中文字幕提供 在這兒 中文字幕提供